世华工商妇女气管协会世界大会刚刚落幕 新任的第九届总会长黎淑英 协同永久名誉总会长柯杜瑞秦 名誉总会长施郭凤朱、陈尚春等人 率领新任团队以及第六届华冠奖得主们 一同前往侨委会拜会 委员长吴欣欣、副委员长吕元荣 共同接见这群侨界妇女表率 委员长更赞许世华姐妹、内外兼备 以及在事业上结出的成就 真的非常的优秀 非常的不容易 那天我参加你们佛动我支持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讲述心里面的话 我就觉得说看到那么多优秀的女性 我们的这个同胞 我们的女性的朋友 我觉得我们男人真的有生存的危机 各个方面的一些变化 那随时都要去应变 随时都要去怎么样让自己的企业能够运作 做得很好 而且能够存活 相当的不容易 世华成员们在全球各地事业有成之余 不忘热心凝聚桥介妇女 各地区分会接连成立 受到一致肯定 科度锐琴、施过凤珠等领袖 也表示只要国家有需要之处 世华都愿意配合政府政策 发挥影响力 推动相关工作 而这也是新任总会长 李淑英上任后的首要目标 我的想法是希望能够秉承我们前面的总会长 名誉总会长的传承 然后继续发扬光大 然后我会谦虚的学习 我也会把大家的支援交流 然后宏观视野 在海外多增加一些分会 让我们的世华在海外都帮助我们的国家 台湾、中华民国能够让大家全世界的人都看到我们的国家 当然也就看到我们的世华 吴委员长也现场颁赠赵状给李淑英和第九届监事长陈千惠 以及感谢状给辅届任的陈尚春与文玉霞 李淑英也回赠在美国定制的纪念牌 希望在委员长和乔委会的指导下 世华能再接再厉成为国家最美丽的外交大使 台湾宏观电视陈寗文中金刚台北采访报道